好 这边又是个蛋群啊 请看右边这个图 蛋液中的氮气会被固定下来 所以圈圈一一定是固氮菌 固氮菌 固氮成氨 氨呢在浓于水变成氨岩 氨岩经过圈圈三就是亚消化菌 亚消化菌 跟圈圈四消化菌 进行反应之后形成消酸岩 但是消酸岩就可以植物使用了 可是这题没有到植物 消酸岩有没有可能 又功会回到大气中 这个圈圈二就是脱氮菌 它让你好不容易产生的氮肥 又脱回大气中了 叫脱氮菌 脱氮菌 好的 这边这些菌种当中 只有脱氮菌是厌氧菌 厌氧 剩下的菌种全是浩氧菌 所以题目中的A选项 E34都是浩氧菌 它对了 B选项 大豆根流中的根流菌 是一种跟植物共生的细菌 它不是真菌 它叫固氮菌 是固氮细菌 跟流菌是细菌 不是真菌 所以B不对 C选项 但在土壤中 必须转变成消酸岩 才能被生物体使用吸收吗 为什么错 不是只有消酸岩 这个选项 除了消酸岩之外 还有安岩 二者一都行 所以除了消酸岩还有安岩 所以它少写了一个 所以C错了 猪选项 我们在前面的题目提到 没有生物 no生物 可直接使用N2 所以不论你是生産者 消费者 都一样 没有人可以直接使用N2 变成你是真的有机物的 所以猪一定不对 好了 以上是第八题单选 还有没有问题